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朱曼书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嘉賓訪談的環節 說到很多朋友都有聽過 最近政府對房屋貸款方面的政策有所改變 所以出了一個新的政策叫做B20 對一些人士的借貸方面也有影響 究竟有甚麼影響 對哪一類人士會有影響 今天我們的節目請到 iBooker Power的總裁 上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Warno 你好 Hello Michelle 你好 Rudy 你 我想我們剛才也說過 也聽過B20的政策 如果對一些要買樓或新移民 很多朋友來借錢的時候 就有點擔心 會不會對他有影響 其實這個政策對哪一類人士有影響 其實這個政策對所有人都有影響 但是主要來說 你有三類人士影響比較大些 其中一類人士 就是我們叫做新移民 你知道多人多是一個新移民的地方 對很多新移民影響很大 第二類人士就是自僱人士 自僱人士是自甚麼呢 通常是自己做生意 或者有些叫做consulting 他收入多 但可能很多的開支 write off的時候 他報稅很少 那是第二類人士 而第三類人士就是幾年前 買了一些樓花 準備現在去收屋上會的人 這三類人士影響比較大些 明白了 其實說到這三類人士 不如首先我們說說新移民 好 剛才也說了 我們越來越多的新移民 是來到我們的多不多 那對他們有甚麼影響 最近最大的影響是甚麼呢 現在借款的首期要求高了 以前百分之二十五的首期 對新移民來說 都已經可以借到錢了 那現在要去到百分之三十五 那譬如你以一家一百萬的房子去計算 以前你可以用二十五萬的首期 就可以借到七十萬 現在你有三十五萬才借到這間房子 那這是第一個影響 那變成首期多了 那很多人可能買房子就買便宜些 第二類的影響是甚麼呢 就是那個文件要求多了 尤其是你首期 現在的錢 如果不早點來到加拿大 你說不要等到 就快收樓前一個星期才轉錢 現在不行了 那些叫洗黑錢法案 就要嚴謹地問你 那些錢從哪裡來 連你原本在匯出國家的證明 都要給你看 變成那裡你要早三個月 將錢拿來加拿大 對新移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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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的錢要早點拿過來 沒錯 還有沒有其他影響 這個主要是對新移民的影響 其他影響就是對自僱人士的影響 對自僱人士的影響 對新移民來說 可能是十分不錯 可能一年有二十幾三十萬 但是有很多開支 順便想報稅 你會刪除了 在稅表裡面 可能只能顯示一萬兩萬兩 你去買一間房子 假設一間房子 一百萬 你每句公屋 可能兩三千元 地稅都萬幾元 你的報稅只有萬幾元 連交稅都不夠 那你怎麼去公一間房子呢 那現在新的法案來說 就令這班人借不到錢 或者很困難 以前銀行對那些人來說 你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的首期 它都會借給你的 只要你的信用號 但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就算你有百分之五十的首期 只要你的收入在稅表裡 不夠清 我們叫不合理 都不借錢給你的 嘩 那即是嚴重了很多 是呀 很厲害的 民民意英國多了 有時對一些公司 開公司的人來說 它那個公司的財務報表 叫做financial statement 都要拿過來的 那你知道有些人 不願意公開自己公司的盤數 現在銀行要你拿出來 那變成困難了 那這是第二樣的影響 第三樣影響是什麼呢 除了就算批裂都好 除了你百分之三十五的首期之外 它可能要你額外 還在銀行中有額外的存款 譬如用一百萬的來計 三十萬的首期 必須的了 還要你在銀行那裡 有十五萬的存款 是給他們看看的 你知道那些人 不想買那麼多錢 在銀行那裡 因為稅務的原因 那些人又借那麼多錢 那些人又借那麼多錢 所以對於一個 一個叫做 自僱人士 影響很大 變成他們可能 可能銀行借不到錢之外 它只要去一些叫第二線銀行 或者叫信託公司去借錢 而這些信託公司來說 一般來說 它都不是太差的 只不過利息高一點 有時高0.5到1.5不等 剛才提到有兩類人士 就是新移民 以及一些自僱人士 沒錯 剛才提及過第三類人士 就是以前買了一些樓花 現在要交樓了 可能又拿不到這個 Mortgage 是不是這一類呢 那他們有什麼影響呢 沒錯 這些其實我覺得都挺慘的 你想想多多和溫哥說 新樓盤都挺刺激的 這幾年 很多人在幾年前 就買了一間的condo 樓花 可能是自住 可能是投資 當時買了的時候 銀行就說 我會批准你的 現在兩年之後 準備落成要收樓了 去到銀行說 我現在想借錢 現在銀行說 我不借給你 因為你的條件不符合 沒錯 但兩年前是符合的 現在不符合 那怎麼辦呢 那這幫人來說 一般的影響是什麼 第一 現在很多銀行對樓宇的面積 要求越來越緊 以前可能是不多理 現在可能很多樓 你不夠600呎 他都不借給你 但樓就越起越小 是啊 現在的面積真的越來越小 那些人士真的挺頭痛 是啊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 他買了回來的時候 想著當時給了百分之二十 到二十五的首期 去借錢 現在就算三十三十五 甚至有些銀行 直接跟我們說 只要你一間公司 他就不會做 公司 公司就不肯借了 當然不是每間銀行都是這樣 有些銀行跟他說 他不會做公司 變成都挺恐怖的 所以這班人現在看到這間房子 沒錯 升值了一點點 但他借不到錢 真是進退兩難 所以聽你這樣說 這三類人士都挺困難的 沒錯 如果這些朋友 如果他們要跟銀行借錢 或者是跟這個優惠的 優惠 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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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個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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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 另一間鄰航批了你,但它要求你文件很多 另一間鄰航批了你,但要求文件很少 當然是選一間文件少的公司 因為你越拿文件的時候,可能你不符合就有問題 另外,作為一個Mortgage Broker 另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是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如果有人想著,我逐間鄰航去試 你想想,坐下來見一個經理 逛一小時的時間 真的很浪費時間 如果你突然要去看四、五間鄰航 一般工作的人來說,平日上班 你再拿四、五個小時 時間、壓力都很大 這幾個原因都是用Mortgage Broker的好處 最後一件事,在一般情況來說 消費者對Mortgage Broker是不需要付任何費用的 一個免費的服務,有效率,一站式 拿到好的利息和中立意見的話 所以現在時下,很多人都會選擇Mortgage Broker 最後一件事,是什麼呢? 因為Mortgage Broker每一天的工作 就是面對銀行 去跟他的客戶批的貸款 變成他代表你,去跟銀行去聊天 變成他有什麼事會說 避重就輕了 有些事應該說的,他會說 有些事不應該說的話,他不說 美化一點點 變成你的案件 原本批的機會是百分之五十的 可能現在跟他經過之外,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剛才提到Mortgage Broker 剛才Mortgage Broker和銀行的分別 可以有多樣的選擇 其實怎樣可以選擇一個好的Mortgage Broker呢? 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選擇一個好的Mortgage Broker 和選擇一個好的醫生 好的律師和護計師都很相似 我覺得有一件事我只要贊同 就是口碑很重要 譬如說,請問先 你要找一個好的律師或醫生 你第一個就去問問誰 身邊的朋友 有哪些朋友去遠馳 是有些好的服務 推介給你 沒錯,因為他服務得好 你找他的服務 所以我覺得口碑很重要 當然,除此之外 選擇一個好的Mortgage Broker 第二,就是看公司的規模 有些Mortgage Broker的行業很小 只有一兩個人 有些是全國性的 譬如在多安多有據點 在溫哥也有 所以選擇一間比較大規模 也比較好 第三,當然最好選一間 代理銀行的產品和數目 有些Mortgage Brokers 代理銀行是五、六間銀行 但有些可以代理三幾間銀行 所以也比較好 當然,最後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這個broker 跟銀行的關係好不好 如果他跟銀行關係好 如果他跟銀行關係好 批的機會當然好些 這也是選擇好的broker 需要注意的因素 其實今天,剛才你介紹了我們 就是你的Mortgage 如果是要借 可以跟銀行借 或者是 就算是通過你們 可能有兩種好的方法 一個是銀行 信託公司 但如果這兩種都不合條件 其實有甚麼方法呢 不如一會兒我們繼續請你們公司 另外一位同事 就是iBooker Power旗下的 刑訊基金的總監 亦都是他們的director 是嗎? 沒錯 他們的director董事 就是Chris上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在這裡 謝謝Werno 謝謝你Michelle 下次見